還有前天晚上的臺宿六親又發生了活境 原因是出在公用管線親戚外洩所造成 所以臺宿集團這次提出了因應措施 要耗資一百二十億元來貸換老舊的公用管線 不過這個工程浩大需要相當多的人力 因此臺宿打算申請兩千五百名的外勞 不過勞委會認為臺宿應該要先考慮本地勞工為優先 不能夠以搶救公安為民 向政府要求引進外勞 六親接連發生火災公安事故 臺宿網揚補牢 趕緊和雲林縣政府簽署五項協議 成立要全面貸換老舊管線 預定花費一百二十億引進外國技術團隊 來做為期十八個月的改善工程 不過這項計畫臺宿有意申請兩千五百名外勞來施工 讓當地民眾感到不太公平 應該還是要以本地勞工為優先 因為本地有一些 不只是中高齡啦 就是青壯年失業的狀況也是蠻嚴重的 所以應該是以本地優先啦 先照顧本地失業人口 賣療就業服務站表示 目前當地每個月還是有將近一百名民眾來找工作 如果臺宿能在這兩千五百名外勞中 提供給在地人就業機會會更好 目前六清的外包商需求量很大 那中高齡失業者也很多 那目前針對這個兩千五百個外勞 如果能釋放一些給本地勞工 會增加很多就業機會 老友會認為六清改善管線的工程大多是以 大陰架除袖有期等出工 應該可以先提供在地民眾來就業 不能以公安為名要外勞 如果本地勞工卻有不足再來申請 老友會說如果臺塑是以營造工為由 提出兩千五百名人力 外勞最多也只能有五百個名額 不過臺塑表示這些引進的外國團隊 是屬於比較高薪的技術團隊 並非一般低薪的外勞 他們會找相關單位進一步協商 記者王英雄雲林報導